110年全国运动会举重项目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女子64公斤级的赛场上 因为咱们的举重女神郭幸春要在这个量级代表台东线出赛 身为奥运金牌的郭幸春今天压轴登场 一上来抓举开把93公斤是轻松举起 接着第二把上到97公斤也完全没有问题 成功打破了陈文慧在上届全运会所创下抓举96公斤的大会记录 然后第三把我们的大力女神又轻轻松松的把记录给上修到了100公斤 光在抓举部分就已经领先第二名的李伟佳15公斤之多 接着进入停举环节 郭幸春光是第一次试举110公斤就已经确定能够夺下金牌 但他决定继续挑战大会记录 第二跟第三次试举分别挑战117公斤跟122公斤都顺利成功 再度把陈文慧121公斤的记录给送入历史 最终郭幸春就是以抓举100公斤 停举122公斤 总和222公斤三破大会记录 连续8年带走金牌 不过可能会有观众觉得奇怪 郭幸春之前不是59公斤级三连霸吗 为什么这次改比64公斤级呢 嗯这个问题等等让去现场采访的韦琳来告诉大家 那这边我可以跟你说的是 59公斤级的大魔王走了之后 大家真的都很拼啊 尤其是郭幸春的学姐洪万婷 原本已经退休转任教练 这次再度扛起杠领 缴出抓举83公斤 停举105公斤 总和188公斤的好成绩 可惜最后张化现的徐伟均技高一筹 以抓举88公斤 停举105公斤 总和193公斤拿下金牌 也让洪万婷最终是以银牌作手 网络举台综合报道 总和193公斤的平均技巧 本身的一筹 总和194公斤的平均技巧